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晚宴要去参加 所以我在想带什么珠宝呢 有点范畴 因为我跟我不喜欢的人也参加 要面对面了 一年之内都没有见过面 所以我今天特意请了 有个好朋友给我做造型 带哪个珠宝会合适一点 我因为我今天要穿西装 配点大鸡蛋怎么样 感觉还是有点小气 有点小气 因为这两天带的有点多了 这个超顶 要看一下 一个22mm的一个珠链 非常非常大 带上不会像沙盒着吧 你们一般看的珠链也就12吧 鸽子蛋呢 这个怎么样很顶 我就换一个吧 为什么 因为这老出镜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有点色差 找个相近一点点的 那这个绿钻 这个应该很相近 绿钻可以啊 这要可以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浮夸一点 可以再来一个30卡 带这个时候怎么样 太浮夸了吧 那配什么呢 这个粉色的 还得配一个翡翠吧 翡翠啊 可以 配这个蛋面吧 我们到了 今天为什么给张帅哥带出鲜花的 因为我太空门了 帅哥给好多明星做造型 一次真的好几万 好几个达不溜 看是不是女明星化妆之前必用的奥伦纳素 甚至搁带忙 我也敷一个吧 它真的太好用了 真的是恢复面膜 特别可怕用 要不可能用这么多年 有人在用这个奥伦纳素的冰白面膜吗 调这面膜有个小技巧 一定要先到它这个水 要不就会搁哒哒哒的 但是它真的你敷完了 敷个20分钟 你摘一掉 真的像那个波勒克鸡蛋一样 那毛毛孔孔的特别的细腻 可好用 就这样顺时针搅拌就可以了 没那疙瘩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样特别奢侈 都是两袋 所以今天就一袋了 毕竟不是我的 好羡慕姐的皮肤 哥你能给我画成这样吗一会儿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 背上今天小泉会出现在这儿吗 因为她发朋友圈有的时候 我说小泉你怎么不打暗影 她说给我啥暗影以前 但是慢慢好一点了 然后说大分底 我说泉你这分底有点厚了 然后说哥用什么粉底 所以今天我跟董全我们俩在工作 然后把小泉拖过来 然后要教她怎么化妆 然后看她在用什么东西 然后教她怎么样去干掉别人 干掉别人 你学会了吗今天 我没有学会 我感觉她不打暗影 已经干掉好多人了 哈哈哈哈 不是她要更 她皮肤做善心真的很好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用了奥罗那酥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难哭 真的超难 特别好 她就感觉那毛孔在以某形式的 我准备开始已经开始画了 给我只有一个目的 嗯 就是瘦20斤 哈哈哈哈 20